字幕提供 嗨大家 今天有神秘嘉賓跟我們一起 我們要一起來進行 巴黎島之型的禮物開箱 今天呢老闆要秀出 他在巴黎島買的第一樣產品 對就是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 登登 有點太大了 我們的第一樣是 我在巴黎島 水泥一樣的 購物中心嗎的二樓 然後買到了一個 就是這種 覺得蠻符合 今年春夏點點 然後這個貓球 然後他又有唐邊 而且他的形狀我覺得很像這一季 mew mirror 就是 做一系列的藤邊包這樣子 的那個形狀 就是蠻時髦的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機場穿搭呢 也是背這一個 藤邊包 然後我期待之後 野餐的時候呢也都可以使用它 今天呢 第一樣 剛好這次去巴黎島 其實沒有去很多天 對所以 我大概是利用了 50分鐘 然後買下了這些 戰利品 登 第二樣呢 這個是一個就是 狗狗的抱枕 然後其實它的材質也非常的好 然後我們在那間家具店的時候 其實還有看到很多 很不錯的東西 像是很時髦的那種 雕刻的台燈啊 或者是 有一些那種很時髦的 居家裝飾適合走一個 熱帶風情的居家風格啊等等的 就是不錯 那因為家具就真的很大 帶不太回來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接下來進行來看 登登 第三樣可能有點瘋狂 第三樣是 我在這間店 就是 它叫做 Strawberry 對很像Strawberry 然後 S T R O B E R I 那它也是在 主要附近的一間小店 然後發現的 它的 就是 這是浴帽 上面還寫中文 浴帽 然後 可愛的是 它寫 Sing in the shower 所以立馬戴起來給大家 那你就可以戴這個 在浴室裡面 拉拉拉拉拉拉拉 這樣可 而且 我的同事 現在的那一邊 忍住 然後笑出聲音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開箱 登登 今年超流行的 就是這種 透明的人畫 有沒有 對 現在立馬戴給大家看看 這是一邊的效果 兩邊戴起來的感覺 兩邊戴起來的感覺 頭髮的扎起來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第二副呢 因為我太愛這個系列了 所以我還買了 就是 同款不同色 的綠色 綠色我覺得戴起來也很時髦 對 因為綠色特別是像這樣子的綠 其實是很容易就是顯白的 不管任何膚色的都還會適 再來是 像這種小小的 這個是要送人的 對 那基於耳環就不適帶了 這種有一點透明的 像是壓克力 然後有點馬賽克文物的 然後還有像 這個也是我自己的 透明的 然後 這種 再帶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覺得夏天其實就是很適合配戴 像這種就是比較大裝飾性的耳環 就是你衣服穿得素素的 可是它可以去加強你整體的 一個分量感 跟正式的感覺 所以 其實我還蠻推薦的 它是 毛泥系的耳環 這個也蠻好看的 那 我應該會把 就是因為我買了兩副 會把這一副給我媽媽 然後這個 深色系的 我就自己用這個 一樣試帶給大家看看 現在冬天我覺得搭配就是高領的毛衣啊 或者是 比較 素麵的一些套頭 其實搭配這種的話 你幹嘛好看的 猜得到這是什麼嗎 猜得出來嗎 對 沒錯 吸管 那因為現在提倡環保嘛 對 所以我自己也收集了非常多那個 鐵吸管 然後還有那個環保塊 然後這次我看過我覺得還蠻時髦 它是 木製的吸管 對 然後搭配就是這個 它還有專屬的 就是 反正就很像熱帶風情的這種 棕魚葉製成的套子 非常的時髦 對 所以我買了 兩隻 等到今天的最後一樣 登登 最近就是大受歡迎的 各大IG充斥著巴黎島的藤邊包 對 那其實我上次住屋部的時候 我發現那邊的那個包包飾品比較多 那這一次因為在選民藥我覺得比較少 所以我就只有買了這個 然後 它裡面每一個很可愛喔 都是不同的花紋 那我自己上次也買了一個 雖然它很小 沒有辦法裝什麼東西 但是 為了時髦 就是還是一定要帶 來 今天影片的最後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的頻道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個讚 然後記得留言寫下 告訴我呢 你最對今天開箱的哪一個商品呢 最感到興趣 對 然後我要送出一位 送出就是這個 圓形的 竹編包 對 這也是我們的團包 團隊每個人都有一個 圓形的竹編包呢 我們要把它送給你這樣子 對 所以希望你們會喜歡 好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